主料,新花生米500克,辅料,葱姜,盐,趴角,小茴香,香叶,桂皮,刚红辣椒,盐,料酒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取新花生,取可,洗净花生米,添加适量的水,大火烧开,添加葱,姜,八角,小茴香,香叶,桂皮,刚红辣椒煮开, 添加料酒转小火,花生米煮熟后,添加适量的盐,小火再煮5分钟关火,添泡一小时后后食用,把添泡入胃后的五香花生米捞出,控干水分,入铁锅小火烘干,直至锅里发出霹雳啪啦的响声,关火亮亮即可,烹饪技巧,葱姜扔掉,其他调料也可入锅炒至,香味更浓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感谢观看